站在一個外科醫師的立場 把一些過去可能內部包了一些化農的東西 把它清出來 對於身體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那我認為這一次是一個排農的過程 我想柯市長比較重要的事情 還是趕快面對台北市的一些防疫的狀態 那其實也必須說 如果不是因為這一次的罷免跟後來的補選 我們過去大概很難有機會 全台一起來檢視台中市第二選區 那這一次是一個對台中市第二選區 非常重要的機會 因為過去很多民間民眾們所以為的 所認為好像聽說有點問題的 都藉由這次選舉來檢視 我相信站在一個外科醫師的立場 把一些過去可能內部包了一些化農的東西 把它清出來 對於身體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那我認為這一次是一個排農的過程 是一個好感動的 那是一個字幕之間的 我們可以在一起 這次的消息